各位今天來參加折舞跟 談《殲和人民席動線揮織》 而辦《殲和人民席動線揮織》的夥伴 好 晚安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折舞都是由《殲和人民席動線揮織》 《殲和人民席動線揮織》 今天當然要談這個非常 其實跟時事好像有點關係 最近的報紙好像都跟適要有關 最早就會怎樣發展 不過沒關係 可能今天待會就來討論一下講師 有沒有辦法講到那邊去 跟瓦莉一樣 雖然大家剛剛都有講說你是第一次來 不過我還是要請第一次來的請舉手一下 不錯 每一次的折舞都會有第一次來參與和夥伴 辦的一定跟健康還有任人權是有關係 包括我們所關心的健康不平等的議題 說一下今天人理試驗之多少 受試者的階級人權 再查剛剛介紹的好像有接近試藥這事情 好像有幾個 有試過藥的只有你了對不對 有試過藥的只有你了 有試過藥的 因為我想想分享一下 想說其實我們這個社群還蠻清楚的 就是說 只要有訊息出來 我們一定會清水樓盤 然後就知道說 哪一些有在招新試藥的 那學體你要不要來 你知道嗎 我覺得學長很厲害 他就會找到這樣一個訊息 那像資平等今年的醫院們 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叫法國 有一個人理試驗出的問題 知道嗎 有一個腦死 然後有五個好像不可恢復的 這樣的一個傷害 那包括我們剪接上面 就是我們這個活動剪接上面 所舉的一些例子 就讓我想到說 以前我在修這個流行壁曲的時候 老師曾經分享過一個說 他說希特爾曾經把人 丟到病人的水裡面去 為什麼 然後測試說 人在不同的溫度裡面 可以撐多久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們的內心人 假設掉到水裡面去的話 又被打下掉到水裡面去的話 他們救援的時間可以有多充裕 那你覺得 你覺得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難得不好嗎 這不是一種美德嗎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自我犧牲 或者某種程度上 某種程度上 可以成就某些事情 今天邀請到的講師 林玉宏 是多年的好朋友 他本身 用於哲學 用於法律 過去也在國會 擔任過非常久的國會助理 包括辦公室主任 然後在國會的時候 就接觸到非議 然後就去追 原來發現說 台灣有那麼多的相關的問題 然後當然在國會 就要嘗試通過法律的圖鏡去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這個過程裡面可能產生了問題 它不一定會有問題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真的可能產生很多問題 包括說倫理的問題 包括說你對醫院 他基本上可能安全上的問題 所以當然他現在也是在做人群的服務 在彭華如基金會的工作 那也擔任了很多IRV的 這個倫理的審查任務 然後他自己在過去也講過 好多非常多類似的 這樣也會上過這樣的課 把一堂課 所以我們就熱烈的 歡迎林玉宏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議題 有一點 他說有一點冷門 人體試驗之落寨 受制者的階級人權 我們就熱烈的掌聲 歡迎林玉宏 謝謝 謝謝有緣 然後今天天氣很冷 我今天在想說 會不會沒有人來 因為這個題目 我過去比較常講 其實我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在講這個題目的過程當中 比較多是為了那個研究者的文理學分 所以基本上 多數來聽我的課的人 要不是醫師 就是研究助理或研究護士 那對於研究本身有一些了解 那我在講授的 除了論理的課程之外 還會談的是有關 台灣現在在人體試驗 有關的法律是什麼建制的 那如剛剛有的人所說的 我過去在國會的經驗裡面 因為台灣在2004年開始 我們不斷的喊出 就是我們要開始推動 所謂的台灣生技黨 或者是說要建構台灣成為 亞太最大的臨床試驗中心之類的 這樣一路走下來 走到後來到現在 我們研究的口號是生技要起飛 所以所有的生技事業在電子產業 就是開始利率到 就是它的利率到一定的時候 成為我們下一個經濟普通 對我們整個台灣的很多人 是在這樣思考 但是這個裡面突顯的是 其實我們對於受試者保護的議題 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那我其實在國會的階段裡面 就遇到了一群做受試者保護的朋友 然後我們就組了這個團體 叫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 那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這題目非常冷門 然後很難講得清楚 所以我們目前我們這個協會 主要還是針對研究者在做 希望研究者本語自律跟本語在文明上面的 對於自我的要求跟法律上的要求 可以做一個好的負責任的試驗 所以我們比較多的是在做 研究者的教育訓練 所以各位也許在一般媒體上 是比較少看到我們 那我們今天會談的內容 因為我很少對各種不同的背景的人 談這個議題 所以我如果等一下有些 就像從談得大一點 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或者是談得太淺的時候 都可以隨時跟我講 那我今天要談的題目 大概會分成兩個大的部分 因為其實人體試驗當時 為什麼會吸引我的注意 是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多的故事 那這些故事都不是太好的故事 可是你在看完之後 你會一直在想 一個人怎麼會被聽話 一個人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思考 這個問題的起源 因為他是一個專業者 一個專的白袍女士 可是他怎麼會去對這些人 做這麼不好的事情 導致他有不好的結果 那是過去這樣子 現在還有這樣子嗎 所以這個其實在人體系列的議題上面 我們會不斷的看到這樣重複的歷史 所以今天會從幾個部分去談 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會去談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情況 先跟大家會有一個背景的介紹 到底為什麼我們需要有受試者 那受試者會產生什麼樣的倫理問題 還有在現階段我們還不斷的 即便我們建構了法規 建構了很多的倫理規範 很多倫理政策 但是為什麼這一些就是醜聞 或是說不道德的研究還是會發生 我們會來看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我們再一起來看看 台灣現在還有需要什麼 大概會分這幾個部分 請問一下這個可以用嗎 他就下一頁 那為什麼需要受試者 台灣其實在這幾年 因為我當時在房屬林地委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把一點串的法規 全部都建立起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人體試驗上面 其實是有分類的不同的名稱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頁 目前整個在人體研究上面 大概有這種分類方式 我們有最基本的人體研究法 然後醫療法跟藥士法 那簡單的說 人體研究法管的是什麼 他管制的行為 是所有涉及到用人 作為受試者的研究 的醫學研究 都會包含在裡面 所以這些研究裡面 他有可能風險高低都有 風險高的譬如說 他可能要是一個新的 不牽涉到查驗登基的一些 藥物的新的利用等等 這都包含在裡面 或者是說現在這樣簡單的 做病例回溯的研究 也會放在了體研究法裡面 那醫療法呢 他是比較早就開始 那時候制定的法 這個部分主要那時候 是為了要跟國際接軌 所以我們叫人體試驗 那人體試驗裡面包含 我們今天會談大部分的研究行為 就包含新藥、新醫療技術 跟新醫療器材 跟學名藥的B&B 那這個大家聽起來會 覺得非常的陌生 我那時候在寫這個法條的時候 有一個人就 有一個立委就跑來質疑 我說這個中文文法不對 什麼叫做學名藥身體可利用率 可能就是專門名字 就叫做BA跟BE 對就是一個是要去證明 大家先講一下什麼是學名藥 學名藥簡單說就是專利期過期之後的藥 就叫學名藥 那你專利期一過之後 那個藥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你製造出來的學名藥 必須要跟原來的原廠 要去比對它的療效 跟在身體上面的 那個藥物動力學等等的 是不是一致 所以要做一個試驗 叫做學名 身體可利用率跟身體相等性 所以簡單的說 這個研究是本身 會是風險稍微低一點的 可是新醫療技術、新醫療器材 這個還有新醫療其實風險都相對高 那以新醫療器材來說 是目前目前台灣正在發展當中 極速在起步的一個東西 因為台灣大家都知道我們的 那個電子產業很發達 所以很多的新醫療器材 現在用的是電子產業的技術 在做這個部分 那新醫療技術就不要說了 就是新的開刀方式 新的治療方式 這個都會叫新醫療技術 所以風險有可能是高的 比如說前一陣子的幹細胞的療法 等等的那種那種情況 那新藥品呢 新藥品等一下會去介紹 新藥品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情況 這三種研究裡面 這兩個 新醫療技術跟新醫療器材 都沒有分階段 簡單的說新醫療器材 就是我要查驗登記的時候 我必須要跑一個流程 臨床試驗的流程 那這個部分先確定了 器材在製造的時候 本身是符合安全性的 所以這個部分先確定 就是它製造上面不會 比如說你做那個體外的東西 要測心跳好的結局 那最簡單的例子 我貼在身上 不會因為它的那個電流太大 然後我們還沒有治療 人就被電閉了 不會有這種狀況 先確定它是安全了之後呢 第二步就會去測試它 有沒有辦法達到這個藥 那個醫療器材本身要達到的效果 所以它沒有分歧 它只有有用跟沒有用 這個是目前在新醫療器材 是這個樣子 可是作為RLE的委員 我自己是很多幾個醫院的RLE委員 收張新醫療器材的案件收藏 會很緊張的是什麼 到底這個廠商有沒有先確定好 它製造上面是沒有瑕疵 而且是安全的 這個是我們會緊張的事情 所以我們通常會希望它可以得到 衛服部的許可 就是在它的那個製造上面 是安全之間確定的 之後再去看它 研究設計上面是不是可行 然後是不是能夠保護受試者 對啊 因為你總是很害怕雙方 是一個簡單的器材 可是可能就像我剛剛舉例子 我想要指教測個心跳 這個這個測試的方式 比舊的方法更有用 可是貼上去之後 人可能就被電流電死了 那這樣子的話就太可怕了 所以我們新醫療器材 目前就是有很多RLE委員 也是努力的在了解 各式各樣的醫療器材 要怎麼審查 就是這個部分的那個 審查經驗目前比較缺乏 因為台灣才剛起步 包含各位用那個什麼 那個穿戴式裝飾的東西 目前都開始在發行這個東西 還蠻好玩的 就比如說 研究那個 有一些睡眠呼吸中止症 它要監測它的那個 睡覺期間的 又透過什麼方式可以減緩它 就是不讓這個 中止症發作 導致這個人很昏迷之類的那種狀 目前都在研究當中 然後台灣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可能會比新藥 對台灣的發展來說 比較有可惜 因為新藥真的還蠻消遣的 那我們最後就等一下 就來看一下 大家先要的臨床試驗到底長什麼樣 那總之呢 所有的藥品 只要它 它叫做它是藥品的話 要跑的一個流程 希望你都透過 最後查驗登記要上市的話 不管它是新藥或者是懸民藥 都必須要經過查驗登記的程序 那這裡我們就會這樣 叫做臨床試驗 所以大家稱那個 涵蓋的範圍大概有這種這種方式 那我平常在講法規的時候 會把大圈圈小圈圈拿出來 那今天我怕長完之後 大家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就沒有拿 不過就請記錄 它有這麼多的類型 那這些類型裡面 其實它有一項是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進行 但是常常會有倫理疑慾的是什麼 生物資料庫 人體生物資料庫 那我們現在建設當中 最大的生物資料庫是中研院 它那個sponsor的 就是中研院出資 就國家出資的生物資料庫 預計要收30萬筆 健康人跟病人的檢體 那主要的檢體是血液跟尿液 那這些東西之所以敏感 是因為上面有空腹的基因資料 所以一旦沒有保存好的話 基因資料外洩 如果未來有更多的技術的話 人的這個隱私可能會曝光 那所以這個部分 會有另外的反規 叫人體生物資料 會管理條例去處理 那我今天不會特別講 不過如果不是醫療領域的人 大概在面對一個情境的時候 也特別要注意 就比如說去醫院 然後手術或怎麼樣的時候 你可能會得到一份同意書問你 要不要願不願意把你割下來 然後他不用割下來 那就是手術剩下來的檢體 是不是可以留作生物資料庫裡面的 那個檢體是用的 那時候你會拿到一份同意書 那裡面會告訴你他要做什麼 所以各位如果拿到這份同意書的時候 可能也就是要注意一下 你願不願意讓這些資料留下來 因為不會 不是影響你而已 還會影響你的家族 你的族群 甚至你的未來的子孫 這都有可能連在一起的 那其實 心藥的部分就會這麼複雜喔 因為心藥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我們會分成三期 第一期 剛剛有一位那個夥伴說 沒有經過動物實驗 那是不是表示有做人的是不是 就是這裡面前面的這一段 叫做前臨床試驗時期 那個就是做到他的 所以如果他這一段都沒有做 當然就不可能到這一段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他 他應該是反過兒的邏輯 就是連動物都沒有做 所以他可能是用其他的方式去控管他 會不會敏感之類的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 他們有用人或動物做試驗的意思 那藥物的試驗的部分 新藥的試驗 會一共有Fast3三期 那三期的話呢 第一期是最危險的 因為你要想前面這一段是什麼 做在動物一段 所以動物這一段呢 做了安全了 有效了之後 才會開始做到人身上 那通常第一期試驗會 20個到80個受試者 20個到80個受試者不是一期喔 他有一個研究設計 就是三個三個三個這樣做 做了之後發現安全無餘之後 然後也有一些療效之後呢 才會進到第二期 第二期的部分就會開始分組 就分成兩組 對照組跟那個 然後去做比較 100到300個人 然後再下來第三期 所以裡面一個期數 他還是會有一些分類 二三期主要試的是療效 第三期比較重要的部分 他是要測劑量跟測療效 所以同時都會做 那第一期的試驗喔 他的風險很高 過去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在2008年的時候 第一期試驗 雖然20個到80個 其實他還有一個階段是很危險的 就是第一次到 用到人身上的試驗 那個風險相當高 因為我們過去 只會知道有動物的資料 我們還不知道 這個東西放到人身上會怎麼樣 所以2008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一個英國的案子 這個藥第一次用到人身上之後 就發生很嚴重的 就是受試者發生嚴重的器官衰竭 那當時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當然他研究設計本身會有問題 如果我剛剛說 他不會一次給所有的人用嗎 我就是第一個用完之後 看他有沒有反應之後 才會做第二名 可是那次設計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一次讓五個人一起用的那個藥 結果其中裡面有一個吃到的 是安慰劑 所以前面四個就是很可怕 那最後那個人就快嚇死了 因為前面的人都快死了 所以他以為他也會死 結果他等很久都沒有事 那總之那次引起很大很大的討論是 First in man的那種trial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確保他的安全 或者說這個風險這麼高 到底應該要注意到什麼部分 那這一次也是喔 這是剛剛有連說的那個 剛剛發生的那個法國的案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新聞 有一個人有一個受試者出來 跳出來爆料什麼 他說其實這個試驗啊 之前動物的數據就有動物有死掉 有一隻猩猩還是什麼 還是還是老鼠死掉 那這個意思代表什麼 那我前面這一段在動物試驗的時候 資料就不安全 那資料不安全如何能夠 如果當時這個資料沒有被隱密 或者是沒有被篡改的話 原則上是不會到人身上的 那為什麼會到人身上 這個就是這個新聞其實是讓我們值得 就是會讓我們注意的原因 其實是在這個部分 那所以通常如果你的試驗當中沒有 是一個誠實的試驗 數字沒有做隱密的話 那通常其實數據 只要前面有動物死亡 而且是有相關的話 可能你再下來要到人身上的 之後就會拖得更久 就是他會有一些管控的機制 甚至就不能夠再做 所以下面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是就是每一個試驗的成功率 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研發新藥 是一個非常非常燒潛的行業 那以目前我們正處於風暴當中的這些新聞 台灣到底有沒有辦法發展新藥科技 做為我們未來的那個經濟運動 其實是還蠻多人質疑的 為什麼 我們其實不如跨股藥廠這麼有錢 所以到底有沒有辦法透過燒錢 當然你如果從 有時候有一點點像樂透 你從很多候選藥物裡面找到一個 然後剛好那個就是很賺錢的 譬如說你好不容易就找到一個 然後那個是威爾剛 然後就大家賣錢對不對 你可以賣個幾年 那那個藥當然就回本 因為藥本身製作的成本是低的 但是也研發的成本是高的 所以其實生技產業齊齊落落 那大喜大落其實主要的還是因為 在這個研發過程當中 有太多太多的不確定 所以當一個藥在Trial 第二個Vest 2的時候 就發生狀況的時候 通常那個藥廠應該會快混到 因為表示下來就是Vest 3 是不可能進行的嘛 然後那也表示他有可能要 延後他上市的時間 甚至不可能上市 所以你之前燒的錢 你可能就都通知白費的 那這個也就是生技產業 就是藥的那個部分 會一直面對的問題 那如果說當你好不容易都跑完三個 這個不是一次就成功 就是他有時候我們看到的案子 就是Fest 3的A就是第一段 A段然後有B段之類的 所以當你好不容易跑完 這一些程序之後呢 就上市了 這裡就OK 你的資料都很OK 送給美國的FDA 或者是台灣的FDA 然後得到藥證中就上市 那上市之後呢 因為這一些都是在實驗室控制的情況 所以呢 上市之後通常會有一個Fest 4的那個實驗 Fest 4的話它會比較多 它是在現實世界裡面的觀察研究 就看這個藥物的療效跟它的安全性等等 做大規模的去追蹤 那Fest 4的時候 目前還是有一些藥物會在Fest 4的時候 發現結果便不如預期 然後必須要下降 所以這個是整個大概的流程 所以你大概可以發現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今天在Fest 1的時候 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受試者 身強體重的受試者 因為你不可能在最危險的研究階段 找一個很弱的人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是身強體重的受試者 通常找的都是20歲到45歲之間的男性 去做研究 那他自己身體很壯 所以有一點風險 他身體還可以撐得住 可是他風險也最高對不對 二三期因為要測療效 所以他會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找病人的受試者 就是這個疾病的理患者 比如說像這一次的乳癌心藥 我們找的可能就是乳癌的患者 那看你要找第幾期的 可是他有一半是要做那個對照使用的 所以我們會找一般的健康的人 然後通常會跟這個受試者 在他的迷迷條件 迷迷性別等等的條件上去做搭配 這樣才能夠看出 有沒有吃他的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會有一半的人吃的是安慰劑 那一半的人吃的是藥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有兩類的受試者 那等一下最有倫理爭議的會是哪個部分 病人會有爭議嗎 我已經譬如我癌末了 那我今天發現有一個 好不容易有一個心藥的機會 我會有比較會有倫理爭議還是說 我今天其實就是缺錢 那我知道有一個要在做Face One的試驗 那風險很高 可是我現在很缺錢 哪一個風險哪一個會有倫理爭議 其實兩個都有 但是爭議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指添理的部分 就是健康受試者到底都是誰在當 下角 那以人為受試者最常引起的倫理爭議其實是這一些 我們在報紙下不斷的看到 我們就是稱受試者就說啊 你不要當那個白老鼠啊等等的 所以受試者是不是完全等同白老鼠 其實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討論喔 但是對於醫學進步來說 這群人重不重要 它是一個你可以這樣想喔 我們整個事業的那種醫療的進步 如果沒有一群人抱著利他的心情去從事 就是去試藥或者是去嘗試新的醫療技術的話 我們有沒有可能走到現在 不可能 所以總是有一群人不管他的心情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知道他參與了研究 然後呢讓這個世界的那個醫療每一次都有一些進步 所以對於醫療進步來說他們非常的必要 可是這個必要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需要我們特別特別關注的 這個其實是重點 第三個是說 我們常常說人就是 人是一個理性的動物 人是一個主體活在這個宇宙當中 可是你在試藥的過程當中 你還是不是一個主體 你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嗎 或是決定自己要怎麼被對待嗎 這個其實是 我之前那時候開始 為什麼會關注這個題目裡面的一個 自己的哲學上的那種關注的點 那我來看一下 這一個哲學家喔 他曾經在他的很有名的一本書 叫做技術醫學跟文體學裡面談到 裡面有一個編章專門在談人體試驗 那這個 Jonas呢 他本身是一個德國的結學家 那也歷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的 納粹的那個集中營喔 所以他其實在白血這個議題上 有比別人更多的深刻的部分喔 他講到這段話 我每次都會拿著這些東西 去提醒所有做研究的醫生喔 就是說他其實喔 覺得試驗這個詞喔 我們本來在談試驗的時候 其實在倫理上都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看到石頭看到花 看到行星我們去觀察他 把他拿下來扒開去做研究 其實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就是植物動物 或者是說他是一個沒有生物的東西 可是什麼時候倫理問題會產生 他說呢 道德上在我們當我們研究這些東西的時候 自然科學裡面研究這些外在的對象的時候 其實道德上都是中立的 但是呢只要一旦你今天有生命有感覺的生物呢 你把它當成實驗對象的時候 就正如同我們在醫學研究裡面發生的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們原本只是追求知識的這些很純潔的念頭 一心下的知識的這種純潔的念頭 就會失去它這麼純粹的純粹性了 因為我們開始牽涉到我們對我們的對象是跟我們一樣的存在 那一樣的存在裡面其實我自己很喜歡黑猩猩喔 當我們拿著黑猩猩做研究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樣的倫理問題在裡面 或者是說拿我們自己喜歡的貓或狗去做研究的時候 他說這時候呢良心的問題就會出現了 因為我們開始會 我們開始會去擔心什麼 我們開始會去思考這樣的行為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他裡面到底符不符合我們對於平常對於善的追求 或者是對於好的追求喔 他說拿人做實驗會一定會讓這些 我們上述的這些思考更加尖銳 因為他觸及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人的神聖性 因為我們認為人在宇宙當中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那那個特別的角色就是我們同時作為主體 同時我們有人性尊嚴的涵蓋 那這個人性的尊嚴的涵蓋在你當年就對象的時候 當受試者的時候會消失 為什麼 因為你那時候沒有辦法再掌控 你自己要怎樣被對待 那這個是這個哲學家提出來 一個很深層的一個思考 但是他又講到說 可是一定要有人要做犧牲啊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對待這些 願意為了社會福祉進步犧牲的這一群人 我們應該怎麼對待他們 這次其實是整天他裡面在談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喔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應該怎麼對待這一群人 所以呢 這個是我自己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常常會提醒自己的喔 就是我們怎麼去處理人體試驗裡面 有關人的人性尊嚴的問題 怎麼去處理人有自由意志的問題 他可以選擇 他但到人體試驗裡面 他的自由意志會不會受到壓抑 還有就是說如果他是必要的惡的話 那個工具人被物化被工具化的這種情況 要怎麼去做改善 好啊這裡就開始會討論到更進一步的問題 這是從開始有人體試驗以來 我們一直一直一直在面對的這幾個問題 大概就這一些 第一個就是這個問題呢 是沒有辦法回批的問題 研究者跟受試者之間 他的天秤不是平的 他是傾斜的 為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研究者通常會用什麼樣的面目出現 白桃 對啊 那你覺得當研究者穿白桃的時候 他是你的醫師嗎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比如說今天你的 前一陣子剛好跟朋友聊這個問題 他說他第一次提會到有人體試驗 然後要做決定這件事情 是他的一個親密的朋友生病癌症 然後呢 他要手術的前一天晚上 然後有一位研究護士或是一個醫師 他的主治醫師跑來律房裡面 跟請他簽統一書 問他要不要參加研究 請他簽統一書 那這個當下的時候 他突然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對待這個人 因為平常的時間 如果不是簽統一書的時間裡面 他是你的醫師 所以我們會信賴這位醫師 對我的醫療上做的建議 對不對 這是一般人的想法 我有去看病 然後我要治療 我當然去問我的醫師 有什麼 對我的療程還有什麼樣的看法 聽他的建議 可是當他今天為了他的實驗 來到我的前面 問我要不要參加研究的時候 他是為我自己的治療利益嗎 不是 他為誰 他為了他的研究 所以從這一點開始 我們其實在第一個 離清人體試驗受試者的保護裡面 常常會提醒的 其實是這一個地方 就是說你今天 雖然穿的是白袍 但是這個人 他其實身份已經轉化成 一個研究者 然後這個研究者 會為了他的研究利益 往前走 我說的利益 並不是一個不好的意思 就是說他為了他研究的目的 往前走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有沒有辦法 你自己這個個人化的健康需求 可能就沒有辦法 因為譬如說他今天跟你講 如果看過研究計畫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 一個複雜的研究計畫 同意書裡面會告訴你說 他會有 譬如說他今天有三次的回診 或八次的回診 就一個大的一個表 然後告訴你說第一次回診 第一萬的時候 你可能要抽血 要等什麼樣 什麼樣 然後第十天的時候是V2 那V2的時候 你要交回你的藥罐 因為你吃完了嘛 吃完了藥罐他就要回去 然後今天還要再做抽血 要做問卷 然後還要再做什麼 所以中間這一段時間裡面 如果你覺得 我其實吃這個藥很不錯 或者我吃這個藥 好像劑量不太夠的時候 他會幫你調說劑量加高一點 不會 因為他在做實驗 要調高之後 你的數據就會沒有用了 所以他會照著他自己 研究的步驟往前走 那所以研究跟醫療之間 其實性質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但是問題會租在哪裡 誰會專精於研究 研究者 那你受試者懂不懂 其實不懂 比醫療來說更不懂 所以他中間會產生一個很大的紅溝 是這個天秤本身是在權力 在知識上都是不對等的 那我們要怎麼辦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呢 我們現在會談到的是這一種 我今天不想要談利益重組的問題 利益重組的問題 其實是生物醫學裡面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問題 也是這兩天我們繼續在演的問題 所以請大家回去看報紙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就不特別講了 那到底是為了你的健康 還是我的研究 就如我剛剛說的 那下來呢 如果不同意的話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問題會談 常常談到有一些是 異受傷害群體的問題 譬如說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學科 老師會對學生做研究 所以老師招募的對象是自己的學生 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 後來那個老師會被處罰 因為他有一個比較簡單 是做那個益生菌的研究 然後 那個必修課的老師就規定 譬如說你是我的學生 那每一次來上課的時候都必須 我就發兩顆益生菌 我就死下去 然後我再來請你們填一些 做一下檢測 後來那個學生當然就受不了了 就檢舉到教育部去 後來先去跟蘋果爆料 然後蘋果就寫在媒體上之後 後來就去調查 那果然就是一個不符合文理 而且沒有經過學校統一的情況 那這個解決是發生過 那這個當然是個比較小的研究 那其他的當然會牽涉到的是 醫生傷害群體裡面包含很多 比如兒童啊 心智障害者等等的 然後早期在美國的時候 發生很大爭議的部分是誰 受刑者 受刑人 就是被關在監獄裡面的受刑人 然後 遇 我也是會說遇足 不是啊 這是那個 尖索嗎 就是 醫院裡面的管理者 跟PI 研究的人 跟PI跟那個監獄的管理人 合作 然後進行研究的時候 就會造成說 這些人敢不敢反對 其實是不敢的 就像如果你在軍隊做研究一樣 然後裡面會談到階級的問題 人家會談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呢 這個是 就是近年以來很大的爭議 就是你的基因跟我的專利 研究出來的結果 如果可以商業化的時候 變成一個專利的形態的時候 到底我這個被研究的人 我可不可以參與 我可不可以參與分配 那台灣有發生過 等一下會看 就是主要都是發生在原住民的身上 好 那我下一張 那先帶一下大家來參加 人體試驗的案件 這個是故事的開始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開始在做戰略審判的時候 才發現有23位的納粹醫生 涉及到人體試驗 就是不合法 你現在是說不合倫理的人體試驗 那剛剛其實有名有談到 就是他們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人體試驗 那當然這個判決文後來就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倫理 倫理的法典 叫做劉倫堡的法典 那等一下會看 然後呢1966年的時候呢 這個Vitra這個醫師 他寫了一篇文章 引起了轟然 轟然巨響 為什麼 因為當時呢 他揭露了有 當時正在進行的柱尼試驗裡面 有好二三個研究 他通通沒有符合倫理的規定 那你會發現喔 從那個靈魂堡八點 1947年一直到1966年 其實中間已經做了很久了 但是為什麼倫理的 受制的保護上面一直沒有進展 因為醫生們都覺得 就是只有瘋子 像那碎一樣的瘋子 才會對人做這麼瘋狂的事啊 所以一般正常的醫生不會做 可是沒有想到 他就告訴你說 不是 一般的醫生 在很多的情境底下也會做一些奇怪的事 所以看這個文章出來之後 對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那這個是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喔 這個故事也是還蠻讓他難過的 是這個 這個研究呢 是梅西 我們都創他這座梅西 梅西的研究案 那這個梅西中立學校的研究案 主要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他的入學的人都是心知障礙的學徒 那當時喔 你要想當時的情境 當時美國正處於那種社會福利機構化的年代 所以所有的社會福利收容的機構 都大型化 機構化 那但是你要想想看 所有的照顧條件 基本上跟現在有兩樣 就是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多能力 可以去照顧心知障礙的小孩 所以父母親為了要讓自己的兒女 心知障礙的兒女 可以被收容被照顧 就送到這邊去 可是床位一定是滿的對不對 那怎麼辦 他就說我們有一個試驗 然後要做 要做那個肝癌 肝炎病毒的研究案 如果你願意同意的話 你就可以住進來 後來才發現原來所謂的研究 其實是打針 甚至沒有解讀的那個肝炎病毒 所以當然就是得病啊 然後家長後來也非常的難過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 並沒有得到完全的資訊 那可是對於對於研究者來說 不是對於對於輿論來說 就會覺得你根本不應該 在這些人身上做這些研究 那是不對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有一個後續 就是有一本書大概 去年出的一本書 他在寫所有在美國 在實習針對兒童做的研究 裡面其實還滿精準的 也就是因為機構化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家長 小孩送進去之後就趕快跑 因為照顧真的是一個很辛苦的事 所以沒有人知道 在那裡的小孩發生什麼事 因為都幾百床 你看對於一個想要研究的人來說 裡面有數百個小孩可以讓我研究 你會不會覺得很興奮 有很多研究者很興奮 所以他們就做了 那一本書叫為童之願 然後中國有出簡體版 然後不然就看原文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好 下一個 下一張 這個研究是最著名的研究 這個研究一共四十年 然後他的恐怖的地方 跟病人難過的地方是 這個是一個國家資助的研究案 然後就這個梅谷研究案呢 他針對的是一個比較 社經地位比較低的 被中益的男性做的梅谷研究 那從開始研究開始 1932年開始 他們就每一次就告訴那個受試者說 一個月大概是一個月左右吧 你要回程一次 然後這些受試者都以為自己被治療 因為他以為是最終治療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就每一次都很乖的去看醫師 可是沒有想到 其實醫師只是在檢查說 到底你的那個病毒 擴散的情況怎麼樣 並沒有任何的治療 那令人拔指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中間喔 已經到中間的時候 其實Pairin-70已經被證實 對於梅毒治療是有效果的 但是這些人 依舊沒有得到任何的治療 因為他們不想要介入 為什麼 就是想要看這個疾病的自然發展 會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位四百個受試者 就這樣沒有治療的情況底下 過了這麼多年 然後呢 全然給他自己的妻子 妻子所以是全然給自己的兒女 所以他們這個地方的人 生下了很多被梅毒感染的小朋友 然後有些眼睛瞎掉 有一些早餐死亡 那直到後來被梅毒 被那個媒體披露之後 官方組織的委員會調查 停止了之後 到了1997年 當時的美國總統特地出來道歉 因為這是一個國家支柱的案子 然後對於 其實大家有沒有敏感到一個事情 他是對誰的剝削 就是對於弱勢者的剝削 因為針對的是種族 跟那個膚色嘛 就是還有色經地位 就是他們是一個比較那個 比較那個 比較窮的地方的人 所以這一個讓人家非常非常不能多忍受 但是等一下會在 各位會在後面發現 美國政府在非洲 在很多年後做盤壓的事情 那國內的這個就大家很快的看過了 國內這一案件就 這個有被處罰 因為他沒有 這個是做那個麻醉的治療 然後麻醉的研究 但是沒有經過任何人的同意 他就自己做了 然後下來 然後這一個人呢 他出來控訴說 他一直 不是控訴 他出來 他出來跟媒體說 他因為缺錢 所以為了要還學貸稅 所以不斷的在做試藥 然後結果後來 他自己本來就有那個 本來家族就有披肝的病史 導致他後來得到肝癌 然後這個是 我主體過的一個服務案 這個講一下 就這一個案子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 有這個受試者呢 他參加了一個研究 然後那個研究本身的藥物呢 會造成什麼 就會造成二股壞死 他是那個 然後呢 但是其實他真正的問題是出在 他是攝護腺癌的藥物 那當時在他參加的那個階段裡面 他是一個多國多中心的研究 所以參加的時候他有告訴他說 可能會有五個方面的問題 那可是參加到一半的時候呢 其他的國家的size 就是其他研究的具象 已經發現有二股壞死的情況 所以通常像這樣的情況的話 都會在同意書裡面增加說明 就是你需要再說明一次 說他有百分之多少的機率 可能會有二股壞死的情況 還有是說他必須要增加牙齒的檢查 才能夠決定要不要繼續 好那 剛好這個人 就沒有被告知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繼續參加完他的研究 之後果然就二股壞死 就是他運氣很不好 就真的就是那個風險 遇到了那個人 然後後來強哥有被提權 通常就叫人案 就是文書要更新 他回來重新 對 他沒有 沒有 他有更新 所以後面的人被更新到了 這個人沒有被更新 那時候已經沒有在治療 有還在治療 所以後來才會發現有倫理上的問題 所以這個案子後來這個醫院 有被停了一段時間 因為確實他沒有被更新到 就是他必須要重新被告知 但是沒有 所以家屬跟 家屬就出來碰觸的一個事情是說 如果我知道會有這樣的風險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參加研究 這是家屬的想法 那 所以這一個事情是大概是這幾年 台灣發生過 那大概還有很多 那就不去細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怎麼面對這些問題 怎麼面對問題 就從1947年的紐倫堡大省之後 紐倫堡大省之後 紐倫堡大省 確認了一個大原則 所有的研究受試者的自戀同意 是必要的 所以你必須要得到受試者的同意 沒有任何的理由 所以在研究的過程 研究之前 你的受試者同意書 就必須要得到 要完全的說明 然後讓他理解之後 先向他的同意書去參加研究 那中間的過程可以隨意他想退出 就可以退出 所以這是當時 確立的一個大的原則 那下來就是賀爾心肌宣言 我們跳兩張 再下來 好 那賀爾心肌宣言呢 他其實從 當時我們說過嘛 就是在我們到法典之後 其實還是不斷的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狀況出現 那結果呢 很多的醫師覺得自己 並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們覺得只有 像納粹的醫師 這麼瘋狂的人 才會做這麼樣 對人做這麼不好的事情 所以都沒有做任何 所以後來那個 紐倫堡法典之後 基本上是沒有人 去follow這個法典的規定 那後來到了1964年的時候 醫師的團體喔 就是醫師 醫師邪恨嗎 反正就是有醫師 全世界的醫師團體 就潮緊了一個文理文件 就叫做賀爾心肌宣言 那賀爾心肌宣言 從當時到現在 大概已經經過了 非常多次的修正 這個是2013年版的 目前有中文版喔 台灣醫界有做了翻譯 所以各位可以在我們路上去找到 如果你對內容有比較多的 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可以在這個部分可以找到 那因為等一下內容 我們都會看到 如果是不仔細講 那整個科爾經濟宣言 就包含了37條喔 那37條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規定 那包含呢 在那個研究上面喔 現在在發表的部分 一定要經過RD的審查 就是你的那個 要審查的證明之後 才能夠發表在重要的期盤上面 第二個部分是 只要你跟廠商有往來 你是拿了廠商的sponsor做研究的話 你必須要在你的發表的論文上 附註你的資金來源是哪裡 這個在後來修正的 荷爾經濟宣言裡面都有喔 那包含在21條到22條的部分 有關的就倫理委員會審查的部分 有規定 好 下一個 那這個就給大家都參考 再往下喔 所以全世界大概有這麼多的 倫理文件都是在討論 怎麼樣去保護受試者 那但是我們怎麼樣保護受試者 具體做法呢 再後面有一章 這是不習慣用這樣子好了 然後呢 這個文件很值得大家去參考 是背門報告 背門報告是在1979年的時候 美國的政府公開的發表 找了一些文理學家 跟一見的一些研究者 共同草擬的這份報告發表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文件 1979年對這個時間點是什麼 我們剛剛看到了那個 很多的文理醜聞爆發的這個時間 然後為什麼是1979年 其實是因為當時夾著什麼 夾著民權運動 所以開始有很多的 從民眾的聲音都發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覺得 這些醜聞的那個加成之下 我們覺得我們對於一般人參與研究 或者說一般人的人權 必須要受到更多的重視 所以在1979年就有了背門報告書 背門報告書確認了三個大原則 等一下會談喔 第一個就是對人的尊重 沒關係下來好了 第一個大原則是對人的尊重 第二個是行善喔 就是善意 第三個是正義 那簡單的說是什麼 對人的尊重 我們談到的是剛剛我談到的 每一個受試者的自願同意 都是必要的 那劃成條文裡面就是我們必須 就是我們對於一個人的自主權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談人性尊嚴的部分 那人性尊嚴的最核心的價值 就是一個人自己去對自己的事情 事務做決定 所以我們在這邊會等一下會一直談到的 就是有關到底info-concent的東西 就是到底的原則 那裡面對人的尊重裡面呢 第一個大的重點就是要談 每一個人都要被的自主權 他的主體性都必須要被平等的對待 然後呢 對於自主性較低的 比如說兒童 或者是心智障礙者的話 應該給予特別的保護 那行善呢 其實是在一條研究裡面想談到的 最主要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要不傷害 這個其實是在意見裡面 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你不能夠有傷害的行為 第二個部分是在研究裡面 你的研究必須要是必要的 就是你的利益跟風險之間 他是要比平等的 那正義的原則呢 他談到的是受試者選擇的問題 就像剛剛我們談到的那個 Tasuki的民主案件一樣 你怎麼去選擇受試者 其實是牽涉到你的研究成果 有沒有辦法公平的分配 為什麼 總是有一群人不斷的在試藥 可是他永遠買不起藥 有沒有這種人 所以正義談的是這個東西 那沒有想到1979年 談的這個大原則 等一下會在後面喔 談到那個安慰劑使用的 正義上面會再遇到 因為我們不斷的在談分配正義 可是美國你會發現後來 當你的分配正義談到之後 也許他國家裡面的分配正義 他們有一點顧慮到 可是跨國之間的分配正義 都突然不見了 所以他們到那時候 我家進行了很多研究 但是這些人 基本上是等不到分配的 因為我買不起藥 這個是現在 在那個區域平衡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特別是在HIV的那個藥物上面 特別是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關於受試的保護 目前台灣的做法 跟國際的做法 大概會有兩個大的原則喔 就是告知後同意 跟倫理審查的機制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告知後同意的人 這一段話是我很喜歡的話喔 他雖然不是在處理 那個人體試驗的受試者 那個告知後同意 可是他這個是一個 有關醫療上面的 告知後同意的一個 判決裡面談到的 就是這個法官喔 美國的這個大法官他談到 他覺得說每一個 心事健全的成員人都有權利 決定他自己要受到何種處置 所以這個其實是 告知後同意的恆心 就是我有權知道 你要對我的身體 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有這樣的權利 可以決定 要不要接受這些事情 並且我也有權利 可以給我告訴你理由 就可以退出研究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 原大原則 也是整個告知後同意的恆心喔 那整個告知後同意大家 就是有這幾個東西組成 有沒有同意的能力 就是你譬如說 在台灣的話 最基本最基本的同意的要求 是什麼 你有沒有成年 你可不可以自主的做決定 第二個部分是說 對於一個研究者來說 你有必要去揭露 你要研究的範圍是什麼 告訴我有 譬如說你要研究什麼 那你的風險副作用 我可能遇到的對待 譬如說 我是不是需要抽選 驗尿 或者是說 我需不需要填 什麼樣的問卷等等的 揭露的部分 要在這個同意書裡面 充分的去說明喔 然後呢 當然最重要的是 揭露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受試者要不夠理解 所以他如果 你邊講他邊坦瞌睡的話 那其實就不算理解 然後最後是要自願 那自願的部分 我們通常會用反面的定義 反面的定義 就是說他不能都是被寫過的 那譬如說 如果是一個老師 又在他學院做研究 然後又是必修課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真正的展現出 威脅 可是他會告訴你說 反正你明明還是會遇到我 那你就看看 要不要參加研究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有自願嗎 當然就不算 對啊 所以自願性其實會展現到 有沒有不當影響的 這個層面上面 這個談的是研究跟 研究跟那個強貴醫療之間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通常在研究上面 我們會採取比較嚴格的 事前的書面的同意去針對 這個告知後 同意必須要是事前而且書面 而且在講述的內容上面 因為他是有一些法律的項目要求 一定要講到什麼樣的程度 在那個台灣的話 在人體研究法 在醫療法裡面都有規定 所以有一些 應告知的事項目 是必須要告知的 你可以說的更多 但是那些項目是你必須要說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規定 主要是希望說 研究者他必須要 在這個架構底下 把該有的風險不作用 因為必須要結論事實 都說清楚 而不能夠跳過 因為這樣子 會影響臭使者的圈 因為他可能就會 讓他理解那麼多 好 下來 那到底要講什麼 追追心 這個你們一定會覺得很好 就是第一個 你要告訴他研究的目的 研究的方法 經費來源 為什麼經費來源是重要 因為假設你今天的經費來源 是藥廠跟經費來源是中年院 你可能會覺得不太一樣 這個是之前呢 台灣的基因體研究 曾經有做過的調查 他們發現 如果你的經費來源是廠商 跟經費來源是國家資助的 那個被定組織的話 可能會有不同的立場 因為有一些人一聽到是 那個經費來源是廠商 有些人很不願意參加 那有一些人聽到是政府的他 不過也有可能聽到 政府的有些人也不願意參加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說什麼 反正總之是機會來源 可能有些人聽到機會來源 是來自總統比較害怕 之類的 所以機會來源是 就是要告知這些東西 還有呢 其實他可能的利益創作 利益創作是什麼 他有可能會牽涉到 是這一個PIL 這個研究者 他自己本身的那個 跟廠商直接往來的關係等等的 他不需要去揭露 然後呢 你到底是哪一個機構 哪一個機構所屬的研究人員 在進行研究 那重點其實是在這邊 好處其實有可能會有 但是大部分的研究 可能沒有直接的好處 所以重要的是在這個地方 潛在的風險跟伴隨的不是 那通常以目前的藥物實驗來說的話 潛在的風險 以某一些醫院的要求 他通常會用那個百分比去表現 千分比或百分比去表現 比如說他告訴你說 這個研究在千分之一的情況底下 其實千分之一算很高 千分之一的情況底下 會產生喉嚨的問題 然後可能會便秘 或者是說有一些皮膚紅腫啊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 在跟什麼藥物貨 交互作用情況底下 曾經有造成過死亡的案例 這個都要講 特別是這麼嚴重的情況 一定要講 所以檢測的風險跟伴隨的 是在這個參加研究的時候 只要為影響受試者 參加的意願的東西 都必須要講述 為什麼 因為你講了他可能不參加 可是你講了他一定要參加的那些 那些東西有沒有必要講 不一定 比如說我會給你那個車馬費一千塊 這就不一定要講得那麼清楚 因為這個有可能會鼓勵他參加 並不重要 重要是可能會阻止他的意願 參加的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通常會希望說 在那個潛在的風險跟伴隨的主事 你應該把它寫得更清楚一點 而不應該回避 然後另外的部分是重要的 他可以隨時撤會同意 就是你參加到一半 即便你簽了同意書 可是你可能參加第一次之後 你就覺得 欸我覺得我可能下來的時間 不想配合 或者是我單純的就是沒有意願在參加 那你就隨時可以退出同意 而不會遭到任何的懲罰 這個還蠻重要的 然後另外也是說 也許有一些研究 有一些受試者他有一些 想要知道更多的時候 你也應該要做告知 大概只有這些 那2013年的版本裡面加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好玩的 本來沒有打算要講 但是跟你講一下 就是參比者其實對於研究的成果 想不想知道這件事情 在這幾年來是一個重要的討論 為什麼 你今天如果 因為我們開始有比較多的基因研究 那有一些基因研究定出來的 就是他研究的結果 告訴你說 我們比較常舉的例子 譬如說 他告訴你說你可能有那個 譬如說你好了 今天如果你是女生 然後 你不是女生 就是你基因檢測的結果突然發現 你有那個 安潔尼納求靈盒那個 帶了你的基因就不用開1、2的時候 要不要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討論對不對 還有你的研究成果 告訴你說 你今天 研究的結果發現 順便發現 你現在的血壓很高 血糖壓很高 要不要告訴你 你們覺得差別當然 還有一個就是 研究的結果發現 你有那個 帶有那個 航停頓舞蹈症的基因 要不要告訴你 好 你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一個 高血壓跟高血糖 要不要告訴你 還有你現在很擠咖啡 他不用人家講 因為他吃了吃到 那高血壓跟高血糖 你覺得要不要告訴你 要 為什麼 那個 趕快去治療吧 那個很容易治療的 而且真的是還蠻確定的 第二個 航停頓舞蹈症 要不要告訴你 不要 要告訴你 這種可以選擇 就是這點就是 所謂的可以選擇 因為你可能不想知道 因為你知道之後 每天一直等等 可是現在沒有治療方式 所以你等到的結果 也是沒有辦法治療 所以有些人會選擇 不想知道 也許有一些人想要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 是可以選擇的 那有一些時候是這樣子 我的研究成果很粗糙 很前面的研究 這就一定不用告訴你 因為你的研究隨時可能被打翻 就是因為你是很粗糙的 很弱的研究 所以就不用告訴我 所以大概會有這些 不一樣的思考在裡面 在裡面 那整個知情同意的過程當中 現在一直被批評 但是我們還找不到 比較好的做法 我們剛剛實在在談論說 我要告訴你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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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裡面有沒有一個基本的預設 大家想一想 什麼樣的人 是我們這個到之後同意的 我們想像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PI 是一個研究者 我們對面做了一個想要聽訊息的人 什麼樣的人是我預設他 要讓我告訴的人 除了他要做受試者之外 他是什麼樣的人 第一個 他是不是一個成年人 對不對 他如果是成年人 是一個兩歲的小孩 我需要告訴他這麼多嗎 不用 因為他還剝手對不對 第一個假設是他是個成年人 第二個部分假設是什麼 他是一個心智正常的理性的成年人 對不對 我們有這樣的假設在 一個理性的成年人的 基本的意義是什麼 當我告訴他 好處壞處風險的時候 這個理性會啟動他的計算機制 去決定什麼 什麼樣的東西對我好 什麼樣的東西對我不好 所以一個理性的成年人 他經過當自己的大腦的理性計算之後 會做出對他來說 他可以接受的決定 這是我們對理性的成年人的定義嘛 理性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計算的機制 那 所以這樣子一個理性的成年人 當他做出了決定之後 他就必須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假設的整個知情同意都建立在 對一個理性的成年人來說 他會做出對於他自己來說 他可以接受 而且合於他利益 然後呢 是一個可以承擔的選擇 這是這一個 這一個 這套知情同意的 基本的 論理哲學上的假設 可是 是不是所有的這樣子的機制 只要告訴你 讓你計算之後 這個人就能夠做出對自己來說 最好的決定 有時候在過程當中 我們會有一些質疑 因為 我們的階級 我們的理 我們的志士 可能會限制我們做的選擇 不一定對自己來說那麼好 那這個是現在 其實同意常常會被批評的一個部分 就是到時候同意常會被批評的部分 因為我們為了要讓對這個理性的成年人 得到更多的訊息 更完整的訊息 所以我們越說越多 越說越多 越說越多 所以我曾經看過的同意書裡面 大概有30頁 28個副表這麼多 那各位女性的成年人 你有耐心去看完30頁再加28個副表嗎 我們可能也不會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志士同意 就被批評說 到最後會流於行事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 第一個都有耐心看得完 第二個是看完之後可以理解 這個是目前大概在遇到 遇到志士同意最大的批評 可是我們 我們有用什麼方式 現在目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式 可以為每一個人而權益把關的時候 又只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呢 希望說在同意書的說明的過程裡面 是一個互動的機制 能夠讓這個被說明的 就是即將要參加試驗的人 能夠充分的了解 自己所會遇到的處境 所以ARB的角色一直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做什麼事 幫助研究者把他生硬的語言 轉換成一般的受試者 可以理解的語言 然後看完之後不會 看完之後還能夠做一個比較好的判斷 然後呢 提醒所有的研究者 要用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語言去做說明 這個是目前 就是目前我們每次都在做的事情 所以早期的那個同意書 有時候看到都會快要瘋掉 因為我們有很多跨國藥廠的研究案 然後有一些時候那個研究 研究者便沒有花太多的力氣 就直接把他翻譯成中文 就翻譯成中文 所以你會在裡面看到很多英文式的中文 比如說要告訴你說 如果你不同意也不會受到任何的懲罰 可是台灣人不會這樣找吧 所以你讀完之後 有時候都每一個字都可以轉成英文 那我想如果一般不是習慣閱讀英文資料的人 大概對那樣子的東西是不容易理解的 還有就是說我們有很多專有名詞 有一些PI有沒有翻譯就直接放進去 或者是沒有說人 那目前當然就是各位有努力的 在試著拉近研究者跟收視者之間的距離 那不過就是這條路就是慢慢的 讓大家有更多的關注 當各位作為一個收視者或身邊的人 做收視者的時候 拿到同意書的時候 知道他是要做什麼用的 這個是重要的 好就來看 那於受傷害群體的部分就用特別把 我們今天不會特別講 因為主要的會是在拜你同意 或者是說風險跟利益風險評估的部分 會去做處理 好現在這樣 那文理審查是什麼 文理審查就是一群專家跟非專家 一起來看 一起來看那個研究計畫 然後幫研究計畫 幫PI跟那個受視者之間 能夠找到比較好的溝通方式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面什麼 文理審查其實一開始是從賀爾欣欽宣言 1975年的版本開始 因為當時發現 也發現喔 對於研究者來說 研究者常常會覺得這個風險很低 可是對於外面的人來說 常常會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比如說你們覺得抽血做研究這件事情很嚴重嗎 有很多人覺得好像不嚴重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 欸你要抽一管血你要告訴我啊 因為那是我的身體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差距 那1975年的時候另外的發現是說 除了風險高低 研究者自己常常會錯誤之外 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研究者會認識誰 研究者 所以整個那個 跟研究有關的人都是在做研究的 那他有沒有辦法客觀的去看 一般人怎麼看研究案 跟一般人在乎的事情是什麼 那所以當時就說 當時就在1975年後的心機宣言 就加了一個東西喔 就是這個條文 然後我們後來就變成這樣一個基礎 所有的人體研究的計畫 都應該由獨立委員會進行審查 就是他要讓這個 這個RB 的機制呢 不夠 藉由這個機制能夠去看到明明的問題 請那個PIC做調整 避免一些對於受試者的傷害 在那個不知不覺之中發生喔 那2013年版科爾心機宣言 23好像也有 他有一些東西喔 比如說要研究體指導等等的這些東西 就是大家也可以到網路上面去看喔 那以目前來說 整個RB 的作用是做什麼 他是做為一個第三方的觀點 他不是做 他不是同償審查 不要把RB 當成同償審查 所以他不是要審這個研究計畫 合不合於專業 或者合不合於科學上面的那種要求 不是只有這樣 然後重點是在於說 他要審的是 就是研究設計上面對於受試者來說 比如說你知道我的人數 是不是太多太爽 研究設計本身這樣子 可不可以風險會不會太大 然後呢 倫理上面 同意書等等的內容 是不是合適喔 那簡單的說 譬如說 我自己是二月委員 我們常常扮演的角色就是什麼 我會是審倫理的這一方 為什麼 因為我大部分的角色會是機構外的委員 因為我不是醫療人員 不是以法務背景的 所以我通常扮演就會是審倫理的這一方 那審倫理的這一方的人 會看到什麼問題 比如說 我記得我第一個看的案子裡面呢 要做的一個是一個新住民的研究案 新住民女性的研究案 然後那這個案子其實還蠻簡單 不是要問的 就是做一般的 一般的那種 公共衛生的調查研究 那他要研究的是 新住民的這些女性進來台灣之後 對於台灣的性跟性有關的知識 跟那個訊息了不了解 所以當時的TI就設計了一個方式 就是他想要把這個問卷 直接寄到新住民的家庭裡面 用衛生索的方式 然後寄到新住民的家庭裡面 那你們覺得這裡面有什麼問題 你應該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是很簡單 就是有一些敏感的問題 但是就是他們覺得 並沒有到什麼很嚴重的東西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會注意到什麼事情 第一個 新住民可不可能看得懂中文 他有可能看不懂 所以誰會接到那份問卷 他的婆婆或者是他的公公 或者是他的老公對不對 好那從問卷所寄來的 然後問什麼 問你的性經驗 你覺得這樣妥當嗎 或者是你有沒有罹患 什麼樣性有關的疾病之類的 那你對於性有關的這一些 疾病的訊息正不正確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對於TI來講 他可能沒有想到說 欸如果你做過這樣子去的話 有可能接到的就是家人 然後家人必須要命運 那他婆婆一定會借借私語 認為我的媳婦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或我公公一定會借借私語說 欸為什麼你會收到 因為他們不會知道別人也收到嘛 特別是衛生所來的 所以當時後來就是跟 我們有一些討論 然後就請他去調整 因為你可以用打電話去的 打電話去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只接到這個本人的時候 再去做問卷 或者是你自己跑一趟到他們家裡面去 在家人不在的情況底下去做這些事都可以 這樣子是不是對於這個受試者來說 他的影響會是最少的 我們大概就是 RB的角色常常就是 擴張的角色去做挺行 然後從一般人的觀點 或是從法律的觀點去提醒他們 應該要注意到性別階級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問題 然後呢獨立審查的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RB希望他的 雖然目前都是醫院設施的RB 但是呢審查的部分是 不受到研究者跟那個sponsor的影響 然後人員組成在台灣的話 有一定的性別體力 然後也要求一定的 非醫療的委員跟機構外的委員 要確保這個運作不是 研究機構本身自己在審自己 因為有一些很好玩 有一些那個 研究機構裡面早期喔 他的那個RB委員 都是機構內的人 說常會有什麼狀況 他就變成內鬥的工具 今天我審你的 好你不要 你一直雕來我 一直讓我審意見 復審的意見 那下次我審到你們 我就一直讓你審 審復審的意見 那這樣我就沒有啦 所以後來就開始 打凶了之後 就要求一定體力的 機構外的人士 下一張 所以這兩個大的那個柱子喔 撐著整個人體 人體試驗裡面的受試者保護 一個是要做好的知情同意 一個部分是要做什麼 一個部分是要有好的RB的 運作方式去做審查 然後呢這個案例審查裡面要 要從受試者的角度 然後呢要從風險跟利益的衡量的角度 去思考研究計畫 是不是應該進行 或者要不要調整 但是即便這樣子走下來呢 還是不斷的發生某一些問題 是我們現在需要注意的事情喔 那就包含了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這個問題 到底誰會來當受試者 這個圖是那個有一年的那個 然後還蠻傳承的喔 我看了上面的走坪 我把它抓下來給大家看 到底誰會來做受試者 除了我們剛剛一開始談到 我們有兩種受試者 一種是病人的受試者 一種是健康者的受試者 病人的受試者 比較常遇到的狀況是 譬如癌末的病患 在找不到任何醫療方式的時候 常常會認為參謀性要研究 是一個新的契機 那這個部分有時候會有一些 還蠻讓人家心酸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會想要傳達的訊息是 試驗就是試驗 他不是治療 所以試驗的過程裡面 或許對於他的疾病 可能會有幫助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都不會有 可是有時候人在沒有機會的時候 會認為那是一個服務 所以有時候還蠻難 蠻難過的 譬如說我那時候在立法院的時候 曾經接過一個電話 他就說有個女士打電話來 他就說他有一個選擇的案子 希望我幫他的忙 然後因為他說 他知道我辦公室 一直在關注人體系的事情 我就說那你要不要說說看 他就說有某個醫生 最近在做一個癌症新藥的研究 那我想要參加 我說那你就直接去 他還在招受試者嗎 他說對他在招受試者 那我就說那你就去找那位研究者 去找那位醫師啊 跟他說看你能不能合條件這樣 然後那個女士就說我已經找過他 他說我不合條件 那我就說那你不合條件 表示你就是那個納入條件 納入跟條件條件不合 所以他沒有辦法收你 我也沒有辦法幫你的忙 他說可不可以 可是你可不可以用立法院的 就是國會的服務的方式呢 幫我跟他講說我一定要參加他的研究 那我就說我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一個人沒有辦法納入那個 那個研究計畫裡面絕對是因為 第一個他條件不合嘛 第二個他可能有在排除條件裡面 那研究的排除條件裡面 可能招募進去 對他來說是完全是有害的 而且當然對於研究來說也不好 所以讓我非常的驚訝就是 人在那個就是想要被治療 就是想要得到健康的機會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要做一些事情 會對於他自己的事情 就是對於常理的判斷可能會失準 那這個是 若起病患常常會遇到的 民床試驗上面的 人與真理啦 就是我們很害怕就是在某些時候 因為思慮不做判斷不夠 他會貿然的去做了一個決定是 你想要自己的那個健康 就是讓他自己更壞 那譬如說有的有的人就說 不會啊就是更壞 不過就是就是死掉而已嘛 就是死亡而已 因為反正我都挨沒了 死掉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就很 我還蠻快心的 我就跟他說 可是有些研究參加了之後 不是死這樣這麼簡單 是說不如死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人確實會遇到那種 很不好的不良反應 那不是只是死亡這麼簡單的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健康的受試者 有什麼樣子的爭議喔 我們來看一下誰來當受試者 這個是2014年的報道 就是蘋果沒喜歡做這個報道 有一個人他博命打工 然後他說他參加人體試驗兩天 就是一個人 先跟大家說 台灣的大部分的人體試驗 都是學民要的 人體試驗比較多 就是會有這麼多的錢的 很多都是學民要的 所以真的那個一期的研究案 不是那麼多 那這個同學呢 他就說他做了試驗 沒有什麼副作用 而且高達1萬3 其實1萬3對於現在的學生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人性能力 欸你們有看過一個小書嗎 其實那個小書我看一看之後 我就被人性再看下去 叫做年輕人 一個日本的小書家寫 那這個人呢 平常一開始他是一個 無所事事的年輕人 然後有一天他突然學校告訴他說 你會退學了 因為你也學會牛角 他覺得很奇怪 我你的爸爸當界主師 怎麼會學會牛角 所以他非常驚訝 那後來就趕快湊錢 因為他身上沒有錢 所以就是跟同學湊錢 湊錢回去老家 看他爸爸跟媽媽 到底在高層飛機 所以回到家之後 事務所沒了 然後他的家已經沒有人在了 所以他跑到家裡面去找人的時候 沒有人在裡面 然後呢 就開始有跑在門 就是在門口敲門 說你回來了 我要解決什麼 總之這個人從屯表倒 走到過路的時候 他每天去發文宣 賺不了多少錢 然後後來他就有人介紹他 去做人體實演的受試者 那10天可以做 賺20萬日幣 然後遇到其他裡面 遇到的人都說 這很好賺的 所以你就這一陣子做完 就下一陣子再來做 所以他們也 裡面其實突顯的是什麼 誰做收試者 這個很窮的 打工族 就是一個小席 因為我前兩天才從 上禮拜從日本回來 他們的打工的時薪 好的時薪 是一個小時 1050塊 這是日幣喔 1050塊不點 所以呢 可見你一天可以賺 10天可以賺 20萬這件事情是很多的 那誰在做 就是這些很幸福的伊心竹 還有那個農民 那台灣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常常在BPP上面 或者是在 各式量的網站上面 這是其中的 這個是在臉書上 可以找得到的 還蠻奇妙的 所以他要做什麼 做過動了的藥物的研究 然後呢 找的是健康的受試者 然後體重在50公斤以上 所以太瘦的人不行 總共有8萬塊 所以如果有一些人缺錢的時候 這會不會是他的考慮 我想會 因為與其你一個小時在120塊 跟這個比起來 會不會有人心動 我想會的 那他會不會因為這個心動 忘記了後面一大串 告訴你一個風險的副作用 可能會 因為我現在缺錢 根本就沒有錢了 而且去那邊 年輕人們那個小說裡面寫得更悲慘 是那個人從家裡面變成這樣子 之後在沒有在一個乾淨的地方洗過澡 去醫院做試驗的時候 每天都可以洗熱水澡 對一個在外面流浪的人來說 是多麼好的一個選擇 應該這樣說嘛 反正就是遇到像這樣子 這是台灣找得到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誰在做受試者 這個是2008年喔 就是英國發生那個 我剛剛說的那個第一期試驗 Fest 1 trial 發生很大的事故之後 有一個學者 他去調查了65個 當時就在參加Fest 1試驗的 一群受試者裡面的組成喔 那你看喔 74%是男性 然後年齡都是因為 到底是健康受試者 所以一定是比較年輕的 實話這到45歲當中 那你會發現呢 選擇工作有一些 但是主要的是誰 沒有工作的 營業者、學生、退休者 跟其他部分公司的 那是這一些 所以75%以上的人 他的 他是屬於就是他不會是選擇工作 而且我在這個選擇工作 也應該是薪水平 因為你如果薪水可以一個月賺20萬 然後你們就做受試者 你應該也不會想 所以呢 就是這些人 然後呢 比較可怕的是這個喔 64%的人呢 五年內他參加的試驗 超過五個以上 所以他是重複再參加的 那台灣其實有類似的狀況 因為你的訊息來說 你已經習慣了 做了第一次沒有事情 你就做第二次嘛 所以是這些人在參加 那比較可怕說 他也有 有13%的群 裡面超過五個然後呢 超過十五年 大五個以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下一張 那參加的動機呢 參加的動機呢 這個問卷調查的結果呢 他說主要的就是想要幫助別人 然後第二個動機是經濟因素 那其中呢 經濟因素其實是主要的考慮 所以有80%的那個受試者 認為就是自己其實是 雖然想幫助別人 但是那個是負水效益 不過主要的是要 能夠在經濟上有一些收破 那也有人認為說 金額其實不相關 但是金額其實也 金額多寡 會影響參加的決定 但是他們沒有問說 如果沒有錢 你會不會參加 所以很有趣的是說 他主要還是這兩個 我們其實不難猜測啊 就是說主要是想要 那在經濟上面有一些性格 然後說你的部分喔 之前同意的部分呢 做到之後同意的部分呢 90% 91%的人認為都有說了 而且他們也覺得理解了 那理解的部分大概有66% 那比較可怕的是這一點 但是呢 大概有48%的人呢 認為自己參與的風險很低 但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剛剛一開始的大前提是 65個人是什麼樣的研究者 什麼樣的受試者 X1的試驗 X1的試驗 X1的試驗風險高不高 你知道嗎 可是他們科目的很低 所以那個風險之間 其實是有一些 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誤 沒有充分了解 或者說他是有錯誤的認知 因為X1的試驗 絕對是風險高不高 對 好 那下面這個 醫生傷害群體的部分 我就不多講 就是主要的是 在這個議題裡面 常常會 常會討論到的 就是 到底這一些 弱勢者怎麼保護 好 然後再下來 因為我只是想要尊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像最後的一段是 開發中國家的人體試驗 跟我們在原住民車上做的研究 好 下一個 這個是1997年的 我們開下一張好了 這個研究其實蠻 讓人家生氣的一件事情 是 1994年的時候 我們有個藥物 能夠防止那個孕婦 HIV感染者的孕婦 在垂直傳染給那個 自己的新生 就是泰國人的那種藥物 叫AZT AZT本來在1994年的時候 就已經證實 他有效的可以防止垂直傳染 但是他的劑量要高 而且他非常的昂貴 好 那所以美國就想要 然後降低他的成本 降低成本的話就是希望說 AZT很可用的更少一點 同樣可以達到 預防傳染的效果 所以就到非洲的 好多個國家 大概是 拿渣以下的國家去做研究 然後做研究的時候呢 爭議的部分是 因為有分兩組 所以會有一組一半 就是 會有大概一半的人 就是總共有一萬七千個人 會有一半的人吃到什麼 糖粉 一半的人吃到藥物 好 那所以後來就是 1997年的時候 他們在新英格蘭的那個 醫學雜誌發表了成果之後 理論大家怕麻 因為 我們明明知道 ACT可以預防全身傳染 我們也明明知道 收進來的這些受試者 每個都是HIV的感染者 那為什麼你可以用 安慰劑去做研究 而不是用 現在已經知道的療法去做研究 所以就引起很嚴重的看法 那最嚴重的看法是這個研究呢 是美國的NIH跟CDC資助的研究 然後而且 他們說這個研究呢 有一個建議 在歐洲跟在美國都不可以做 所以就還蠻經濟的 所以就後來就是 理論一份他把這個認為說 這個跟剛剛的那個Teskiki 沒讀案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就等一下 這個都給大家公開好 然後下一張 那裡面引發的是 安慰劑的爭議 安慰劑的爭議 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有一半的人 會用藥物 試驗藥物 一半的人會用安慰劑 可是安慰劑 到底是純粹的糖分 或者是我要的 我的安慰劑 現在的 既有的療法 這個是一個 一直以來的爭議問題 那 所以呢 在那個 剛剛美國的那個事件之後呢 剛好正在修當時的 赫爾辛基宣典2000年的版本 當時有一群學者 就認為 我就直接把它修進 赫爾辛基宣典裡面 要求 如果已經有 既存的好的療法 在那個 已經被證實有效 那 安慰劑就不應該是用糖分 而是應該用什麼 既存的已經有效的療法 但是呢 美國在那個當下 就馬上做一個什麼決定 他說我們以後不 就不跟隨後的辛基宣典的決定 所以就是 在這個角力之間 你會發現說 非洲的 非洲的那個 在非洲進行研究這件事情 常常會引發很多很多的那個 道德上的爭議 就是我們其實這些 不管是國家 或者是藥廠 到底怎麼去看待 非洲地區 或開發中國家的原因 這個會是人機 很大很大的機率 那目前 他的辛基宣典裡面 確實是有在 2013年裡面 特別在談到 他必須要是 比對的時候 必須要跟 既存有效的療法 去做比對 而不是純粹的 不過他也有開放你的空間 就是說但是 如果你能夠證明 什麼什麼樣的情況的話 你還是可以用 很療效的安危機 所以這個就還蠻那個的 然後呢 台灣發生的類似的事情 是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 我們的那個 對原住民的研究 這個其實是 最近的事情 那 過去 就是女落去 有一陣子 原住民的部落 常常會覺得 好像 害人 就像那個吸血鬼一樣 他們之所以這樣說 原因是因為 害人常常去 原住民部落 採血 採了血之後 不告訴他們 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是其中的一個事情 就是 高雄的那個 葛英卿醫師 當時的副校長 他用了泰亞人的 泰亞族人的 血液做研究 然後找到了痛呼吸 那這個前段 都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一些 研究本身是 原住民部落了解的 參與的人有了解 那部落有沒有同意 當時有受到疾病 但是後面是這一段 有受到疾病 有受到疾病 有聽過族人同意 但是呢 他沒有在 告訴同意的過程當中 告訴他有商業利用的可能 所以他並沒有說 他要去升級專利 但是他去升級美國的專利 因為台灣的那個基因專利 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本身是不容 我們是沒有接受基因專利的 但是周邊的東西可以 那美國的話是 只要太陽底下人造的東西 都可以升級專利 所以他們是可以專利 雖然是升級美國的專利 那這件事情 傳給台灣之後 當然 人權團體就出來 大家探訪 然後這個 這個當事人 其實他也覺得自己很委屈 因為他說他本來 是要捐出來的 那不過就是在 你可以看到這個議題 其實本身升級到幾個大問題 下一張 我們在研究當中的那個族群的問題 是一直是台灣研究裡面 一個重要的醫學 為什麼 我們的原住民有 有比較多的那個研究 這樣說好 也是不太初見 就是說 一般的研究者會認為 原住民很有研究的價值 他的學藝 所以我們其實在國外的網站 也滿得到台灣原住民的學藝樣本 這幾年前其實都被披露過 而且是你可以 譬如說你可以選 你要阿美族的男性 或者是阿美族的女性 然後你要什麼樣子的學藝 是滿得到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當時有一段故事 那所以 研究當中的族群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到底這個研究者 抱著什麼樣的心情 到部落裡面去進行研究 研究之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辦法分享 就是你的成果 有沒有辦法分享 那近期以來 另外的爭議是 原住民其實是 作為一個政治上的主體 一個權力上的主體 那這個主體有沒有同意 那族群有沒有同意 沒有問題 那族群有沒有同意 這是這幾年來 一直在爭議的問題 那人 人體研究法 當時在立法的時候 十五條文加進去 所以原則像現在 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的研究 都必須要經過族群同意 那前幾個月法 好不容易我的那個法 通過這麼久 那個族群同意的辦法 好不容易通過 真的是很清楚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議題裡面 討論到的還是分享的問題 就是剛剛的那個 黑州的案子也好 原住民的案子也好 其實整個倫理爭議想要問的一個問題 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拿我做研究 我有沒有辦法分享你的研究成果 譬如說 我今天是非洲人的一個女性 那我們這邊有這麼多人感染HIV 所以你來我的國家做個研究 那研究的結果 你的藥也做出來了 藥品上市了 可是那個藥物可能一千塊美金 我全國的那個一人的美人的那個 年平均可能一個月才兩塊錢 我沒有辦法買得起 這個其實是一個大的問題 所以在前幾年在 在許多年前的WTO的 檔判裡面 度他回合的檔判裡面 就針對藥物的強制授權 跟 我可不可以用比較便宜的方式 取得我國家必要的藥物 這個部分做了很多很多的討論 希望跨國藥廠可以浪付 這個其實在衛生醫療上面的 基本人權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來我這邊做研究 可是我完全沒有辦法分享研究成果 因為我沒有錢 對 那我有沒有可能 比較藥物上面 有沒有可能用比較便宜的方法 就是我可以負擔得起的方法 去得到 那同樣的 在基因的問題上 有類似的情況 今天譬如說這個痛風基因 申請了專利 假設這個都很順暢 申請完專利之後 專利權是什麼權 獨賣的權利嘛 你如果懂專利 我們都知道 它就是一個獨賣的權利 那有一天你發展出了 一個檢測的試劑 專門針對檢測痛風基因的 可是你拿的是我族人的血做研究 得到的這個結果 我可不可以用比較方便的方式 可能的方式去取得 還是說你還是要賣很昂貴 賣再賣回來給我 過去在美國跟在其他國家都發生過很多爭議 包含就是有一個寒病的團體 他們花了很多力氣 把所有的血硬藥跟病例 全部給一個研究者 那這個研究者也從裡面得到了 怎麼去檢測這個寒見疾病的方式 結果後來就是基因 這個檢測方式就上市了 申請專利上市了之後 那一天開始 這群寒病的這些病友們 沒有能力再取得這個檢測方式 因為它變成一個價高 價錢非常昂貴的東西 所以在基因的議題上面 我們長久以來會談到的是一個分享的東西 就是作為受試者 不是只有受試者 我可不可以分享很多人在出國 好那我們把最後的講完 記得問題就先不講了 因為講不完 最後一章就好了 來到最後一章 這個其實還蠻好玩的 那我先打幾次 好來看一下結語就好了 就是回到了這個結語就是說 我們談了這麼多 然後大家對這個題目也覺得還蠻有趣的 或者說你從很陌生 到今天聽了一點點的東西 可是你知道每一天都在做這些事嗎 每一天都有你身邊的朋友 或是你認識的人 不認識的人在醫院裡面 遇到他要做一個決定 要不要參加醫生的研究 這些事是每天在發生的 那不是不好的事情喔 因為同意的人如果他很了解 然後他也願意去參加研究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抱著立湯的心情 在幫忙這個生技產業做進行 但是假設這個同意本身在基於不了解 或是怎樣的情況 那就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回來看國家的角色 那我們的國家不斷的在講說 我們要想找下一個造園的產業 置身機產業 或是要建立台灣作為一個臨床試驗的中心 甚至像最近的什麼鑽石起飛機 鑽石計畫等等的 我們有沒有去告訴我們人民 這些東西的代價有一半 因為不會是全部啦 因為還有部分是做那個醫療器材的那個東西 所以很會有部分是要用人民的身體去交換的 那國家有沒有做好這個提醒 或者是有沒有建構比較好的制度 讓人知道 這個其實是我們今天要問的問題 我們反而是這些 補票可以上做好 就譬如說從70塊到700塊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那不重要 我想知道的是 我如果到醫院裡面去 你抽了我的血做研究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有更多的指示知道說 到底這個研究是要做什麼 好 以上分享 謝謝 非常謝謝 說一下我在所謂的人權公司 做了大概二十幾年 我才真的是第一次讀史完整 可以玩 譬如說的時間更 譬如說剛才那個調查 其實要記得大概二十幾年前 我他也是一樣 真的是為了經濟 真的是為了學費 然後而且做事件很不錯 不用去打工的時候 你必須花體力對不對 你能夠完整的一個禮拜 你可以讀書 好 這是 也許是安慰自己的一種做法 如果我覺得 我有去講說 有幾個議題可以被討論 那幫我剛推薦那本書 年輕人們真的很得看 我在推薦這本書上面寫的一句話 社會不平的 連讓人在失望中對激絕望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堆積絕望的過程 那另外一個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例子 包括說 就好像我在印度 亂買開一個會 那是窩囑去Holland 就是 的一個會前會 就在闖入一個 跟現在你跟我的生活 很衝突的議題 就是說 救命的藥 跟兒童用藥 能不能享有這樣疫情 那當然是有點衝突 就是我 因為我要賺錢 我可以不享有潛力權 但是 這些藥 都是在所謂的第三世界 或者很多的民眾國家做的實驗 但是 這些國家的人 根本買不得了藥 當然 我們做了非常 非常的左派的決議 就是說 當然不能夠享有潛力權 但是 譬如我剛剛 在路哈的這個評判裡面 就有很多的 可以把這個捨進去 那 當然 另外一個議題 譬如說 前陣子 有一個政策 我們能不能直接去承認 另外一個 可能跟我們在人種上面 相等 一樣的一個國家的 人體試驗 直接承認他的 第一階段的人體試驗 這就是一個政策的決定 那你會不會去 了解說 利用剛剛所說的 那個國家的 對人體試驗的保護 對人體試驗 有沒有達到什麼標準 根據的標準 譬如說 我們無條件承認 中國的人體試驗 譬如說 我舉這個例子 好了 有沒有可能 這就是一種 這就是一種 你必須可以去採取那種態度 那 這牽扯到說 另外一個國家的這樣 就綁護了 所以 所以 我覺得剛剛 綠黃 大概完整的把 這個講起來 然後跟我們這個協會所 主要談的 人權的議題 跟階級的議題 事實上是有非常大的空間 那 時間有限 我們就 出來給大家 一起來討論 怎麼樣 兩問問評 好 對不對 第一個 來 兩位 好 這四位先 好 來你先 這個我想問你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 看到的體實驗 這個東西 我就蠻有興趣的 然後我就去查了一下網路 發現PTT上面說 大概有分為兩種 就是 比較粗略啦 下面就討論說 第一種就是 可能主要是吃保健食品 那種 案例的那種 新藥上市 然後 保健食品 然後他們都說 比較推這一種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 真的是 像你們打針啊 什麼 吃什麼 可能是 關於一些 疾病的藥物 或者是 什麼 處方藥之類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醫學系的 所以我大概這樣 我想問一下是說 欸 還有聲音 我想問一下是說 這兩種的話 就是說 在 遇到一些倫理道德的時候 我們是可能 以同樣的標準去解釋 就是說 今天 當我們吃 安利的時候 我們可能相 相較 吃一些癌症的藥物 我們可能 遇到的風險比較小 可是 我們就能夠 因為它的風險比較小 所以我們 對它的要求就比較低嗎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有看過 網路上他們還有在講是說 如果一個計畫 有個五個階段 你全部拿完 做完可能 可以得到五萬塊嗎 那 那 那如果說 你可能在第三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終止了 你就不想做了 那你可能 照理來講 你應該拿到三萬塊 可是你可能只能拿到兩萬五 甚至兩萬塊 因為你沒有做完全部 那 如果說 是因為經濟因素而參加這個 那 後來發現說 欸 我可能身體不適 可能有一些藥會有頭暈 或者是嘔吐的情形 但醫生說這個是正常情況 那我可能身體不喜歡 那我就沒有參加 繼續參加 那 這樣子 就是突然終止 那這樣子 拿的錢比較少 那這樣是否算是一個好的計畫 或者是說 這樣子的計畫 會不會有爭議性 因為我們 我們同樣付出了相同身體 可是因為 個人因素而退出了 那這樣子是否 我們就應該剝奪說 他們所 在那個時間內所付出來的 我們是否就應該 給他們減少 或者是給他們剝奪 某種程度上剝奪 對 這兩個問題 來 第一個題目 也是高中生 可是我們最後有資深志工 來 補個 助理 你好 你好 因為我前面介紹的時候 我有說 我最近全世界的相關責任人 所以 我比較在意的是 就是 您好像沒有聽到 您好像沒有聽到 對 這是 其實 我比較 提問不如說我想要補充 一些事情 就是 在一個新藥 在國外已經發現 已經具有療效 在國外已經取得藥真的新藥 如果要進到台灣 台灣還是必須執行 台灣內人繼續 因為適用於外國人 不一定是有台灣人 所以 所以臨床性的部分 其實有一塊是 在國外已經取得藥真的藥 這個部分是這樣 然後 受制的婚姻出的難度 美國BA現在是有要求說 要是一個 國中二年級的學生 可以理解 不懂的程度 那台灣因為中國的關係 所以這個部分 有它一定的難度 因為 專有名字實在太多 那其實 不管是廠商 還是醫院 還是IRD 其實大家都一直在 然後廣告規範 對於原理性的廣告 其實是有要求說 不可以強調有補助者 然後至於剛剛 那位同學問到的 就是那個金錢的部分 其實能夠給的就是車馬費 跟營養補助費 我們不能夠買 這不是一個工作 這不是一個 可以請你來 花錢請你來做試驗這件事 我們只能做車馬費 跟營養費的補助 然後 其實現在IRB 醫院方面 然後廠商自己的審核員 還有美國FDA跟台灣的衛福部 在做審核也越來越嚴格 像是受試者 是不是有被充分告知 他甚至要寫在醫院的病例上 你要說醫生什麼時候 告訴這個病人 他有這個 就是他如何解說 他解說的時間有多長 受試者是不是有把受試者的東西 帶回家 是不是有不夠的時間 給他去看去理解 這些都要進入在病例上 所以其實這一塊 受試者保護這一塊 其實因為我是CRA 那臨床試驗專員的工作 就是在監督醫院 有沒有好好做事情 因為其實他們沒有好好做事情 對所有人都是很麻煩的 對 所以 大概是一點補充這樣 對 謝謝 我想問一下就是因為 我們這樣聽下來 有很大的部分是 我們談到就是規範 還有那一個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過程 可是 比較想要問的就是說 因為現在 台灣還是有很大的聲音是說 認為 我們應該要快速的 就是通過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很麻煩 到底 我們要怎麼去做溝通 或者是讓他們 就是有辦法 因為 知識跟 就是專業 都有一種 另外一種浪漫 對 可是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調和 就是我們對於 受試者權利 還有他們對於專業 希望趕快 因為他們或許認為這件事情 是可以盡快救到人的 但是我聽 通過你這些東西 我就拖到的時間 那我到底要怎麼勾搶這一塊 不知道 就是目前會有一些 接下來的產品 謝謝 我們收集四個藥 就來 你好 就是 我這邊主要有三個問題 然後第一個是 就是 就是關於 目前它發展的東西 專業 我想說 就是這一套的要請的話 其實跟傳統的 就是 的 發現 或是發展其實 非常 就是 它的一點完全是不像我們 就是兩個學術體的問題 然後我想說 就是 就是 現在有否關於說 就是 在現在 然後找出 新的重要 類似的東西 或是 或是說 現在其實 學術體裡面其實 都只有所謂的 現在的領導品 就是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性別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距離時間 可以就是 你可以就是 多說 就是 超級好奇 然後第三個話是 因為剛才是假設說 受制者 已經是一個 理性決定 關於他的風險 那是否能接受 承擔的一個 承認人 那我想說 如果 有一個 新的技術 或是藥品的話 那 特別是當然 會關於說 喊病 或是說 又有一種的那些疾病 那關於他們的 測驗 都是什麼樣子 對 對 這三個話 就 請 綠宏來 我就 我覺得 一輪的 一輪的那個 其實因為那個 剛剛問的每一個問題 都可以再講了 超過五十分鐘 所以 那個性別的議題 之前有單獨講過 所以沒有講 那一受傷害群體的部分也是 補充一個一個來好了 就是 目前 在 研究計畫的時候 比如說 車馬費的補貼 絕對不會是一次 譬如說 我也濕的那個Visic 不會是十次之後發 一定是每一次 每一次 每一次 所以對於受試者來說 營養費跟車馬費的那個補貼 就是你這一次 看診完畢 就是你回診之後 如果你第二次不要再來 那就是第一次的 會發給你 他第一次當下就會發了 我們在審計畫書的時候 通常會這樣要求 因為我們怕會變成 像剛剛你說的狀況 我為了要拿到最後那一筆錢 所以我就撐著身體參加完 所以另外一個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說 受試者的這個補貼 他其實基本上是交通 時間勞費的補貼 或營養上的補充 他不是對價關係 因為不是打工 所以並不會產生說 我跟你付出的東西多少 我要拿到的等比例的東西 因為還是要回歸剛剛談到的 就是整個參與試驗 是一個利他的過程 所以我們並不希望說 參與試驗變成一個工作 那目前其實在中國 有一些討論 因為他們有一些人 真的變成職業藥人 他們就成為藥人 就不斷的再參加試驗 其實是一個恐怖的事情 所以就先回答你這個問題 那還有就是吃的那個 藥物的那個風險 對於愛爾瑞的委員來說 你不管今天吃的是什麼藥 我們看的就是風險的結果 那當然有一個問題是這樣 譬如說今天是癌症的藥物 絕對不會招募到一般人 因為如果他是後面的那個起訴的話 一定招募的是病人為主 所以大概不會有遇到 一般可以吃安逆的 又可以吃的癌症用藥的 因為然後另外的就是這位朋友講的 其實有很多朋友講 因為還有一大套那個GCP的東西 那你目前台灣的現況是這樣子 有時候覺得有點感慨 我們剛剛一直在說跨國藥廠如何如何 那台灣其實目前有很多 那個多國多中心的研究 就是跨國藥廠在全世界競爭性的收案 那可能台灣比如說 我們可能會看到幾個名額在收案 那收案的情況呢 因為每一個案子對於藥廠來說 都是花很多錢的 就包含你後續的這一些過程 其實每個案子在那個就事者的這一端 他可能要花的那個成本都很高 所以通常他們的不管CRO CRA 或者是說有一些案子風險高的 我們還會再成立那個資訊控管的委員會 去監督 我自己也當過這樣的委員 去看每一個案子的發展 所以基本上反而會比有一些自己 研究者自己想做的研究來說 風險控管可能會好一點 這個還蠻讓人家覺得不好意思的事情 因為有一些時候 研究者為了自己的升等 或者是要發表漏門 有時候反而在風險上面會有一些沒有顧慮到 那換我又想 因為剛才你怕他的數據出問題 因為你的數據不對的話 會污染其他的研究的結果 所以他們通常有時候現在來說 有一些研究案反而是謹慎的 這個是現在的情況 那不過這個部分當然你還是要恢復受試者本人 自己對於參加這個研究本身理解得夠不夠深 目前我們的同意書是要求要 國中三連級的程度可以讀得懂的 所以我通常也會希望說 我自己在看案子的時候也會希望說 現在可不可以自己可以看看自己 自己的兒子可不可以看得懂 如果連他都看不懂的話 你為什麼要拿來讓我們勝 因為裡面充滿了英文跟專有名詞的時候 那是不可能會懂的嘛 所以我們會傾向於希望說 我們在計畫書在 這個同意書在書寫的時候 盡量能夠趨近於一般人可以了解的 那中間還會談到跟兒童有關的 就是招募小朋友當受試者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 譬如說我們今天是找一個 十歲的小孩做研究的時候 那還需要一個兒童版的同意書 讓兒童可以了解 那裡面應該說什麼 這個其實都還有很多細節的問題在裡面 那中醫的部分 目前你沒有什麼新的方式 我想發一個問法 就是說 像中醫師 那我今天想發一個問法 就是說 像中醫的話 其實不只是在東亞地區 而現在其實像歐洲或很多地區 其實就是 滿多的傳播 或是運動 然後我想說 另外一個問法就是說 如果中醫藥 或是說 就是中醫學本身的脂肪 進入那些 本身是西方醫學的體系 體系的文化的國家的話 那可能是怎樣採用 你的檢驗的態度 一般如果它 中醫本身那個東西 我並不是太知道 但是我說跟試驗有關的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藥物叫福壽美一號 對 那個就是中藥汁劑的成分 後來是確實是經過那個 人體試驗的結果有 有藥症的 在裡面我也有上市 所以它是可以跑這套流程的 那我不知道說其他的那個中醫基礎 比如說你這裡很需要怎麼樣 在研究上呈現我 這個我不清楚 但是我有看過的研究案 多半的是做中醫跟西醫的那個 療法上面的比較的 這個部分確實是可以做一些研究 比如說透過穴位的那個 比較跟一些做法 有相的研究設計出來 但藥物的部分 就是台灣曾經有上市過的 就是那個藥 那那個就是跑的是一般的流程 那當然它有一套自己的方式 但是並不多 西藥的人體試驗的流程 那當這位同學談到的其實 是我現在覺得最煩的事情 就是我們所有的問題 只要牽涉到生技 就會開始說 都是RB 錯 都是RB 錯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說三次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因為說你們擋住了所有的研究 後面都被你們擋住了 你們這邊審太慢 所以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 全部的人就是用集中的方式 趕快審過去 可是問題是 倫理這種東西 每一個醫院都有不同的做法 因為你要收的是我醫院裡面的病人 所以我對我醫院的病人 有一定的指認在 那可能A醫院想要這樣做 B醫院有另外一個做法 那為什麼現在要統一 變成某一個CRB去處理這些事情 這個是我自己也很質疑的 還有就是說 省得快跟省得好這件事情 當然你無緣無故的拖時間是不對的 可是省得快跟省得好之間 難道真的就不能夠平衡嗎 但是我們現在只能講速度 所以這個是我目前我自己也覺得 非常困擾的一件事情 就是 常常就是 整個在談這個的時候 我們不去談受制者保護 只是談RB要想快一點 因為各位這麼快就不要省啊 就全部看大家敢不敢直接去做啊 對啊 可是目前確實是這樣 所以如果各位以後 繼續看到新聞 還在罵那個什麼B 怎麼RB的速度延宕的時候 你們可以想一想 其實是不是真的是RB延宕 有沒有人去統計過時間 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討論的 還有就是說 這個延宕是有道理的延宕 還是沒有道理的延宕 因為我自己曾經遇過一個情況 就有一個BI 後來就透口大媽說 都是RB搞的鬼 因為弄這麼久 後來呢 這個RB的幕僚人員去做了一個事情 就是他把那個時間序全部排出來 那時間序排出來 就譬如說他這一天送案子 送進來之後 送給RB的省 省完之後 不是有意見嗎 要回去對不對 請PI再挺好意見再回來 所以中間這一段是他沒有回遍 就是他時間沒有 他沒有在一定的時間內 把他自己修正東西 修正的東西送回來 所以導致後面的時間量就多了 那後來那個PI看了你這個時間序之後 他就沒有再說話了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那當然有一些RB委員 是不是拖時間大有可能 所以這都有可能 但是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的那個CRO跟CRA的人 的流動率非常高 所以呢 流動率很高的結果就表示 我最近一直看 看好幾個案子 是發現是交接的過程出了問題 所以等我去 因為RB委員還有一個工作 就是看到有出問題的案子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做實體綁查 實體綁查就是實際去看 他的那個 研究裡面的同意書怎麼簽署 有沒有簽完整 還有他的資料保存度 還有這些 就是整套的東西 必須要去查的時候 就發現 欸裡面有些東西就不見了 就是正本的東西不見了 還有簽署不完全 這個都要經過 那所以有些時候就是 生計要進步還滿重要的 但是重要的是我們這些每個東西 都要注意 因為我知道是CR OCI的產業 也是一個高壓的產業 所以很多人留不住 都考慮到 所以就這樣子 那 那對於作為 作為R6委員來說 我們自己從 關心這個議題到自己去 當一些醫院的R6委員 我自己其實比較覺得 我們在一個 這個環境裡面 要促成進步 其實是各方需要努力 要對話和溝通 那R6委員他站在也是 一邊是做受試者的這一方 一邊他也要代表受試者 跟EPI去做溝通 對 那這樣子才能夠有辦法 去讓一個研究 就是一個好的研究計畫 能夠順利的進行 他不是說去針對誰 去挑毛巾 因為那個找錯 我們找不到那個時間裡了 對啊 那過好 我們過了 還有再一個 問問問問問問問 好 補充嗎 補充嗎 好 還有一位 就是六階段的補充 補充的實踐大概 就是剛剛你們兩位有提到 承認他國的 臨床線的結果 特別是中國的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 非常百分的 他們的臨床線的水準 真的很恐怖 那我的問題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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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問題很不簡單 OK 很簡單 我 這次我聽到 在哲偶片 最恐怖的一場 我個人的理解 我個人的理解 一個投資者 他有所謂的 這個投資項目 尤其是所謂的投資設備 在一屆裡面的 投資設備裡面 他是相當昂貴的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 一般的實驗設備 我要 給大家一個觀點是 當把人 當作一個實驗設備的時候 他只需要付給你 車馬費 營養費 哇 多賠一個投資啊 他 人的生命價值 在這一些西方的 資本社會裡面 根本就是在 踐踏人的生命 他不把 這個 注入人體的 他的物品到他回收 這一個過程中的 這一個過程中的反應 整個這個成本 他都不需要 這才一個最可怕的一個 一個議題的問題 但是我都沒有聽到說 這個 這樣子的事情 在台灣要強調 一個生技產業的時候 人的人體設備 這一個有生命的機體 在一個 投資裡面 他應該要 被賦予什麼樣的權利 是不是要 每一個參與的人 都應該是屬於 設備的一部分 如果說 因為這樣 有利得 在這個 基本的成本結構裡面的 幾個基金 的獲利 這些參與者 應該要享受得到 如果在這個過程中 有任何的差錯 這個一 這個投資者 他成立的基金裡面 要負責來 完全的賠償 這個觀念 我希望 如果說台灣 真的要發展 一個 所謂的生技 的產業的時候 台灣人的生命 不應該再 比照過去西方人的觀點 來做 稍作到 見他 謝謝 我想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就請略 有沒有 一分鐘 來做一個監管的解決 OK 其實我這個 剛剛要講的都講 然後再次 就是還是做一個提醒 除了這一些 就是理念上的具體之外 其實我們自想生活當中 會遇到這些事 那所以請各位 就是訂完這個 這個講座之後 如果 後續有自己的朋友 或是自己身邊的人 在醫院裡面 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要記得把同歷書看清楚 然後呢 好好地跟醫師去做討論 也確定自己要參加 或不參加 那即便只是一個簡單的抽血 你都必須要了解這個血液 後續要做什麼用 然後千萬就是 不要做自己混後面的事情 對 因為有時候幫助別人 是基於了解之後去幫助 我覺得那個才會是真正的 真正的那個 應該說這樣才會是真正得到想要做的事情 對 就是做這樣子的提醒而已 那其他的大家都已經講過 那至於性別跟研究的部分 但是後續有機會再說 因為那開幕是一個很長的議題 所以我打算仔細再說 還有益受傷害群提的聯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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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部分 事我犧牲都是一種選擇 絕對付一種 不是一種美麵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那一顆藥要上次 它是這樣的過程 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遠景 那我想今天的 綠宏你這樣的分享 事實上也讓大家可以更了解 有關原體試驗 人權跟裡面包含一些階級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看到的地方 不過我可以講 之前有一個協議 我們對中國的協議 事實上是有要開放這一塊 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權團體 把它打下來的 所以我們還要求 兩岸協議要建督 兩岸協議要立法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再包含立法院 要去講這個事情 那當然 我們每個月的最後一個 禮拜五的責務 就是由我們台灣健康人行動協會 來跟大家跟責務一起來合辦 那如果大家對今天講的這個議題有興趣 或者是我們的修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我們的臉書按個讚 你到折五的臉書本事頁按個讚 那你就會比較定情的送到我們的一些資訊 那當然我們都是一個所謂的那一個組織 就是如果要以支持的話 那並有我們的文宣 那也許現在並且的話 也可以領檢除了 好笑 好 那 這個好像嗎 好 那就請大家 好 夠了